美国职棒大联盟MLB两位曾获赛养奖的强投魏兰德 史奈尔今天正面对决 魏兰德技高一筹 七局仅是一分的好投 绿休士顿太空人以5比1击败坦帕湾光芒 寻求未免美联西区冠军的太空人 正中布兰特利 Michael Brantley 阿图韦 Jose L2 今天都集出两支安打 且都有拳雷打演出 斯普林格 George Springer 也贡献一发拳雷打 2011年美联赛养奖得主 去年赛养奖票选排名第二的魏兰德 Justin Verlander 今天和上季美联赛养奖得主 史奈尔 Blake Snell 对决 11度担任球队开幕战先发 魏兰德今天用102球投完七局 送出9次三阵 一个保送 只被敲出三支安打 丢一分 史奈尔今天投6局被打6支安打 其中包含三支全雷打 丢掉5分都是自责分 有3次三阵2次4坏球保送 这是他上季于4月13日对上巴尔的魔精英后 首次出现单场丢5分的状况 光芒的梅多斯 Austin Meadows 今天也为光芒挥出全雷打 凡姆 Tommy Pham 则有两支安打的贡献 在迪亚兹 Yandy Diaz 敲出二类安打 温多 Joey Wendell 挨了出身球后 光芒七局下半头两名打者都上到雷包 但为兰德接连三阵亚当梅斯 Willie Adams 凯迈尔 Kevin Pierre Mayer 在让组尼诺 Mike Zunino 急出滚的球出局 解除失分危机 梅多斯首局的全雷打让光芒掀持的点 凡姆接着敲出安打 但之后遭牵制出局 未能延续光芒攻势